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没有停止 却响起了微弱的求救声 小白连忙打开窗户 却什么也没有 她疑惑地低下头 一个头被扭断的女人愤怒地冲她喊 为什么不开窗 小白瞬间被惊醒 原来都是一场梦 她忐忑地看向那扇诡异的窗户 小心地打开窗 却还是什么也没有 她放松惊气 而窗户上的手印让小白的神经又紧绷起来 她拼命地想擦掉这个印记 可怎么也擦不掉 这时 闺蜜打来电话 她告诉小白 这间公寓真的有问题 一年前 这里曾经发生过一起命案 而杀人魔至今下落不明 这让小白背后一阵发亮 她告诉闺蜜 最近一直感觉有人在暗中盯着自己 她不想一个人待着 可闺蜜也因为害怕拒绝了她 当晚 小白却怎么也睡不着了 此时又传来了咚咚咚的敲门声 她害怕得全成一团 用力捂住耳朵 装作什么都听不见 可窗外急促的敲门声和呼喊声 让小白彻底崩溃 不一会儿 声音戛然而至 小白一动不动地盯着窗户 她深呼吸 伸手拉开窗帘 此时 一个个血手印印入眼帘 她昏迷地打开窗户 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 正死死地盯着自己 仿佛在说 你为什么不开窗 而她的身边 一个黑衣男子正冷冷地看着她 一步一步朝自己逼近 隔天 电视上播报了两名女性被害的新闻 正是小白与那一名女性 而杀人墨依旧逃至夭夭 画面一转 这间公寓又住进了新的住户 此时的窗外 又响起了急挫敲门声 仿佛是死神在巷里招手 故事也到此结束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东东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